《作词》 你从歌手 之后到戏剧 现在十几年的时间了 对不对 你享受这个过程吗 享受这个演戏的过程吗 很享受的 你喜欢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就是天生吧 我找不到其他好理由 因为很多事情都会让我觉得 很快就无聊 没有热情 对跟没有热情 然后跟那个热情是 我可以感觉到他是在消耗的 你每做一次你的热情 就会越来越少 不管做什么事 例如说 好我以前国中玩滑板好了 那时候很好风 大家身旁全部都玩滑板 然后会去找场地 然后在那边跳板什么的 然后可是也是 我那时候还记得那时候 很心中一股热血 哇以后我要去什么特技台 然后是干嘛干嘛 我也很帅什么的 可是就是随着一次一次做 一次一次做 然后还有时间 就发现那个东西越来越少越少 然后就慢慢的就 就不会做了 对那然后我发现 就是关于演戏这个事情 是我每次很累的时候 然后更觉得很烦了 因为人都有情绪 都会觉得很烦 然后或者是倦了 甚至讲职业倦待或是什么的 然后就觉得 好了算了算了 要不要休息一下 休息一阵子好了 对可是可能说一觉起来就又好了 就没事没事 可以其实还好吗 所以想说要休息 但是每天都还是继续走下去 我每天都想要休息 我每天都觉得算了不要拍了 你讲点经纪人听的 不会他们听习惯 他们知道就是说 没讲你就让他讲 他讲完明天之后他又会没事 他又会觉得哇好棒喔好好玩喔 可是我发现真的是这样 然后像滑板那个事情就是 有点像不管是可能就是大家 同侪也好 或是年轻的时候你会多方去尝试 想要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真正有兴趣的东西是什么 很多时候可能会因为同侪 或是当时的很风靡一件事情 你会觉得哇我好像也很喜欢 反正跟着大家一起做 然后最近也很流行这个 还有我刚刚不是什么 他脑袋闪过打保龄球也是 大家都在打保龄球 对我要成为职业保龄球选手 我要练飞碟球干嘛干嘛 的话也都没有啊 对然后对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 好像那些其实是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吧 对你要去试了你才会知道 你自己是不是真正究竟喜欢跟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为这件事情而生的 因为我觉得啦 至于工作然后至于每件事情 其实做什么事情都辛苦 对做什么事情都很辛苦 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辛苦的 那你要找到的那一件事就是 在辛苦的前提下你还能继续继续做 那可能就是你真正的兴趣 你觉得演戏你得到最大的成就感来源是什么 有人是觉得观众的反馈 让他觉得可以继续走下去 有人是觉得拿了个奖之后 他觉得自己受到肯定 对你而言是什么 可能是观众的反馈吧 对对现在时代已经不太一样了 然后常常因为社群媒体关系 然后我就有很多机会 可以直接的收到观众的反馈 他们常会留言给我 或是直接私讯我 然后跟我讲说 他们看完了哪一部作品 他们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觉得观众都非常厉害 也就是常常都是一写就 哇 签字文是不是 超大一篇 我都会跟他讲说 你要不要拿去发表 说你们可以写论文 这种东西 然后从他们的反馈里面 我可以得到很直接的情绪 跟他们的故事 然后包含我想都没想过的 这些作品陪伴了他们很多 很重要的时刻 然后甚至帮助 帮助了 不要讲帮助 就是在一些他们比较 比较困难的时候 派上用场的 我会这样讲 这些是我当初想都没有想到 我做的事情 可以带来这样子的效益 对这些是我没想到的 可是没想到就是有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我是开心的 然后当然包含说 如果可以陪伴 真的陪伴了他们 一些人度过他们一些 比较困难的时候 那些都是我觉得 哇那我真的好像 我都会自己想说 那我做这件事情 好像是好的吧 对我应该要继续 尝试努力看看 继续做下去吧 我才会从 看到他们的讯息之后 我才会觉得 对我才会有 慢慢有这样子的感觉 对 那音乐呢 之前其实很多人 对你们音乐上表现 也很印象深刻 那时候大嘴巴也拿下了 两座金曲家 对 也是很幸运的 音乐跟戏剧 如果真的要让你择一的话 你会选哪一个 很难耶 我其实还蛮常被问这个问题的 但是每一次问 从以前问到现在 我都好像还是回答不出来 都爱 对 可是应该是说 那个作品成立的过程不太一样 因为现在 时代跟科技的关系 那个门槛已经变得很不一样了 音乐通常你只要 很少的人力跟物力跟资源 其实就会完成 现在门槛已经非常非常低 跟以前不一样了 你不一定要 进几百万的录音室 才能录出那样子的 图片的东西 其实你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弄 那门槛很低很低 那但拍戏的话好像就是真的没有办法 他需要一个团队的合作 然后跟每一个人不同位置 专业的分工去完成 那因为那个过程不太一样 然后我也发现两个好像 他是没有办法取代彼此的 我觉得感觉好像是这样子 对 他有点像是你喜欢吃白饭 然后你就一定不喜欢吃汉堡吗 那白饭可以取代 卤肉饭可以取代汉堡吗 好像也不行 因为他们是 就两个都是美食啊 对 所以常常被问到是问题 我就会觉得好像在教我说 那你最比较喜欢吃卤肉饭 你比较喜欢吃汉堡 我会想说可是我两个东西 没抉择 而且他没有办法取代彼此 我懂 对 因为如果通常可以取代的话 那对我来说 那个判断会比较简单 对 可是因为他没办法取代这件事情 那对我来说才是麻烦的 对 不过我还是很享受 目前是非常享受 就是整个 不管是自己的工作过程 或是跟很多不一样新的团队 新的导演 然后包含演员还有编剧 常常我 这个当然大家比较少看到 常常我们都是在小会议室里面 然后可能有导演啊 然后制作人 然后企划来提案什么的 其实他们在讲一些事情 他们我们遇下拍什么 然后我们希望怎样怎样 怎样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迷人喔 对他们 因为他们在提的时候 就是他们 我真的都会觉得 看到他们眼里在发光 我就会被他们感动 然后我也会被他们牵着情绪一起走 对 所以通常都是这样 然后那个过程 这样讲出来 感觉好浪漫 然后我们就接 然后就拍个泪个半死 然后就很后悔 但是隔天睡觉起来 又继续满怀热情 对 对 所以我就是一直这样一个 其实讲起来有点荒 这就是 有点荒谬的过程 其实这样讲出来 反而发现自己有多荒谬 就是一直在这样子的过程 然后就这样 作品就这样一个一个慢慢的 慢慢慢慢的出来 对 所以就是一直在这种状态之中 然后我也觉得 还是有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 因为跟不同的人 不同的团队 然后不同的题材 不同的角色 然后每个题材 设定不同的时空 这是我很享受的 对 都会觉得我好好玩 你在台视 其实前后都有好多作品 对不对 今年是台视了60周年 我是不是请士林 就是给台视一点祝福 就是我想台视对你而言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非常重要 对 那给台视一点祝福 今年是台视60岁了 恭喜60岁 然后祝台视生日快乐 我觉得 你们陪伴的比我 陪伴观众比我还久 有好多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然后也见证了很多历史 然后你们也推出过 陪伴大家好多的 不管是 好多小时候 综艺节目 戏剧 真的很多 然后也谢谢让我有这个机会参与 到台视 这个大家庭里面成为一份子 然后 很幸运 然后也因为这关系 然后有帮台视争取到点荣誉 然后希望台视未来 可以再有10个60周年 然后 然后继续 不断的创新 不管是在节目上 或者是戏剧节目上 可以给我们更好 更不一样的 享受 然后 让所有的观众 都觉得 就是造福所有的观众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士林 谢谢 也谢谢你给台视的祝福 也希望未来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士林 有更多精彩的作品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谢谢